人间物质 窝就是阴窝 换一句话说 造窝的人 善人君子 一定会远离他 不会亲近他 道教律 御书经里头 有几句话说 他说假如一个人 不能够修善意 必定 有这些 鬼神 来捉弄他 使他 神魂颠倒 神志不清 无论他有多么高的地位 有多么大的财富 你能一眼观察 他就不是个正常 在古代 末代的帝王 王国之君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 那么这种情形 心疏不善 行为不良 善神 急心 离开他 离开他 卧鬼 卧神 常常 找上门来 所以 他的行为 会被 世间人 厌弃 这些 都是事实 确定 不能把他 看作 迷信 今天 这个世界 祸射技术 虽然相当 发达 但是 对于 天地 鬼神 这些 四里 依旧 非常 无法 势必 还要 带科技 再向上 提升 才发现 这个 此事状况 就会 改变 我们的 看法 改变 我们的 行为 科技 没有达到 这个水平 之前 我们相信 圣人 亮 祝福菩萨 大神 大行 不会 欺骗 我们 他教化 众生 有的是 智慧 有的是 善巧 方便 为什么要 欺骗 众生 一切众生 如果发信 释迦牟尼佛 一身 讲经 说法 里面 有一句 是假话 骗人的 他49年 所说的 我们可以 一笔勾销 完全 不相信 他 世纪 古时后 习人 君子 尚且能守住 一身 不忘 侯旷 佛菩萨 大声 大声 我们 一定要 记住 一定要 明了 能够 相信 圣行人 的话 这是我们的 福报 能够 一教奉行 我们 决定得 大善 大力 平和 随之 前面 人间 卧之 这个报 比较 轻一点 行或 随之 这个报 就重要 行 是刑法 你 处罚了 国家的 法律 国家 有刑法 来制裁 或 是大灾 大凶 随时 不离开 你 太虚真人 告诉人 别人 要以 不善的 心形 来对我 给我一些 灾难 痛苦 我要 承受 而且呢 我以 善心 以善心 对他 福德之气 恒生 我 这个是自己 修福 赔福 最好的 机遇 要知道 人与人之间 相处 就是一个缘分 缘分 有善缘 有卧缘 早年 我在香港 光明讲堂 讲经 我在那边 住过两个月 这个讲堂 是寿爷 老和尚 见的 老和尚 现在 应该有 九十岁了 还住在 纽约 讲堂上一幅 对龄 我记得很清楚 上年 讲的是 夫妻 是缘 有善缘 有卧缘 怨怨相报 夏连 写的是 儿女是债 有讨债 有还债 无债 不来 这幅对联 把人生 究竟是什么回事 统统写清楚了 人与人之间 就是四个字 恩怨 讨债还债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这些四十真相 无论跟什么人相处 我们很清楚 很明了 就是这么个关系 如果有恩 希望这个恩在加厚 如果有怨 怨要化解 这是智慧 这是真正的受用 我们欠人家的债 欢欢喜喜 还人家 别人欠我们的 一笔勾销 不要了 你说多省思 常常常存这个心 就是好心 常常行这些四 就是好四 那么由此可知 我说 善福自己兄弟 自己得受用 获福自己造的 自己不肯接受 这个道理 不肯接受 这个事实 人有恩 看他的小小不如意 就忘恩 负义 人有愿对我 念念在怀 总想报复 欠人家的债不还 人家欠我的详尽方法 就彼带 这是造罪业 这个罪业 必定在三土 你跟这些冤家债主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这是愚痴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 寇联明者 我们学佛 学到哪里去了 连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都不了解 我们如何是自求多福 佛报不是佛菩萨给我们 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也不是天地归神 给我自己求的 众善因一定得善果 你造不善因 必定有不善的果报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